我们连夜就是坐他们的大巴车 坐了四个小时直接来到这个省政府大了 比那个城市要严重的太多了 真正的倒塌位置就在那里边 往那头大概四公里到四公里左右 我们每天徒步去现场干活 都去那个位置 民房很多都倒塌了 包括市政的一些办公建筑都倒塌了 昨天我们联合救援一个孩子的时候 跟他们军方合作 当时军人他控制不住 也哭了 然后抱在一起 把我们的那个国旗给拿走 然后他代表土耳其队 然后感谢我们 然后交换了一个袖章 既然来了我们不想放弃 到最后也不想放弃 白天黑夜的干活 就太阳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几点 就是努力去寻找那些生还者 在有些超市被压热的地方 具备水 食物的这些地方 最大的难度就是语言沟通的这一块 本身十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都搞定的事 它可能会变了十五分钟 沟通这一块 我们需要他们当地军方的配合 我们用电子设备去对这个建筑物进行扫描的时候 外界需要那个非常安静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需要军方报告给那个 先给翻译说 翻译再给军方说 军刚在门民众说 这个大胆子就是增加了这个救援的时间 这块是最大的难度 其余的吧 都能克服 毕竟咱们是专业的队伍 像这个累点苦点吃点 这个走路这块都无所谓